这个视频是顺序功能图的延迟定时器的一个演示。 首先,我们来介绍和解释延迟定时器在Automation Studio里是如何工作的, 然后把延迟定时器应用到交通信号灯上面。 延迟定时器依赖于一个输入条件和一个预置的时间, 所以要用到的组件是输入条件和预置时间。 然后,语法是这样的。 TON-输入条件-当前时间- 或者是T-输入条件-当前时间- 比如,延迟定时器在变量X1预置4秒的时间, 或者延迟定时器在变量X2预置500毫秒的时间, 下面的这个图显示延迟定时器的行为。 在上面,我们有一个布尔变量VARE用来作为定时器的输入条件。 这个定时器有一个当前竖值T1,底下是定时器的输出, 在中间是定时器的累积时间。 当输入变量从钾到钾,定时器开始从0计数直到预置时间T1, 只要输入变量始终为钾。 在T1时间之后,定时器输出成为钾,并保持这个状态。 只要输入为钾,之后当输入变成钾,定时器的输出也会为钾。 当输入变量再一次变成钾,在短于预先设定好的时间T1的一定时间里, 那么,累积时间就会永远无法达到T1的数值。 并且,定时器的输出也永远无法为钾。 如果输入变量为钾,在等于预先设定好的时间T1的一段时间里, 定时器的输出将会成为一个脉冲。 定时器将开始计时,直到达到预置时间T1, 并且产生一个输出为1, 但是输入会直接为假,所以输出也会直接为假。 在这个从SFC介绍视频中, 我们把延迟定时器和Automation Studio 应用到这个简单的交通信号灯的应用里面。 在右手边,一个标准图标,包含三个人机交互领事灯。 每一个灯都有一个标记好的布尔变量, 红色、黄色和绿色。 每一个变量都连着一个领事灯。 在左手边,一个顺序功能图文件, 概述这些交通信号灯背后的逻辑。 为了这个例子, 红色信号灯会亮4秒, 绿色信号灯6秒, 黄色信号灯2秒。 在SFC文件, 点击主页上的插入交替步骤, 过渡工具。 点击第一下将创建步骤, 再次点击创建过渡, 再点步骤, 过渡, 步骤, 过渡。 在第一个步骤上, 双击并打开属性。 第一个步骤必须为初始步骤。 在这个步骤里, 计划让红色灯亮4秒, 到变量选项里, 输入红色, 之后双击标记好的变量红色, 应用并关闭。 第二个步骤是绿色灯, 所以绿色, 布尔变量绿色, 双击并应用。 第三个是黄灯, 应用并关闭。 这个语法, 只要在步骤中输入布尔变量的名字, 这意味着, 只要步骤是在作用的, 那么这个布尔变量就为真。 所以, 变量红色, 布尔变量红色, 也会为真, 只要步骤一起作用。 之后, 当过渡一为真, 系统, 会走到步骤二。 所以, 如果变量红色变成假, 并且变量绿色会变成打开, 所以一开始, 红灯是亮的, 并且会亮四秒。 到过渡属性里, 在语法和运算符, 添加一个延迟计时器, 或者是T, 或者TON。 所以, 第一个参数是变量, 连接到变量红色。 现在, 我们在变量红色上有一个计时器, 持续四秒, 应用。 之后, 到过渡步骤二, 变量绿色, 需要持续六秒。 再一次, 选择计时器, 对于绿色, 第一个参数是输入, 然后预先设定时间为六秒, 应用。 对于黄色, 做同样的步骤, 除了这次是两秒, 再一次, 延迟计时器, 应用在变量黄色上, 持续两秒。 应用。 最后, 关闭回路, 来时过程进行。 最开始, 顺序功能图从步骤一开始, 同时布尔变量红色将为真。 计时器将开始计时四秒。 在四秒钟之后, 计时器输出为真, 所以过渡一也将为真。 这将使顺序功能图从步骤一到步骤二。 因此, 变量红色会变成假, 变量绿色将会为真。 过渡二计时器将要开始计时六秒。 在六秒结束的时候, 它的输出将会变为真。 所以, 过渡二将为真。 顺序功能图将会从步骤二到步骤三。 所以, 变量绿色将变成假, 同时黄色变成真。 过渡步骤三的计时器开始计时两秒, 最后它的输出为真。 所以, 顺序功能图将会从步骤三到步骤一。 变量黄色变成假, 同时红色再次为真。 在模拟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动作当中的行为。 一开始, 红灯亮持续四秒, 绿灯亮持续六秒。 黄灯亮持续两秒。 然后过程再次重复。 现在可以改变不同的时间输入变量。 布尔变量红色与步骤一同步的, 绿色是和步骤二同步的, 黄色是和步骤三。 到第一个计时器, 并且用步骤一的内部变量, 代替布尔变量红色。 语法是x1.x, 就是步骤一的内部变量。 应用并且使用到其他计时器上, 这一次是x2.x。 第三个计时器是x3.x, 代表黄色。 当我们回到模拟模式, 完全相同的行为, 红色持续四秒, 绿色持续六秒, 黄色两秒, 然后过程重新开始。